3个A加1个B等于? 1个A加3个B等于? 2个B 现在要你求A乘B等于多少? 要求这一个肯定就得算出 A和B分别是多少? 怎么来算? 你仔细观察这两个已知条件 A左边怎么样?有几个A? 4个B 4个B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他们全部相加 也就是左边4个A 再加4个B 得到右边的? 40 非常棒 也就是说4个A 4个B等于40 你仔细看一下给他们配个对 那就是1个AB 2个AB 3个AB 4个AB 也就是说4个A加B的合适等于40 10 那么1个A1个B相加等于多少? 10 1个A1个B等于10 带进第1个里面去 也就是这个部分是等于10 来看到 前面就是2个A加上1个10等于16 6 所以就能得到2个A等于多少? 6 2个A等于6 那么1个A呢? 3 1个A算出来了 带进第1个里面去 那么B等于多少? 7 B等于7 A等于3 所以等多少?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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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